我們今天早上的活動會是跟IGDA還有製作會一起合辦的K-9房內2015年分享會 那今天活動我們是邀請到這次所有有區新加坡參展的團隊 一起來分享這次的景點 那今天活動我們也有現場的錄影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跟後面的鏡頭跟握手 全世界現在從TwitchTV都可以看到我們正在直播 那今天活動我們會先稍微介紹一下K-9房內的這個活動到底是什麼 還有今年狀況 接下來會有每個團隊來跟各位介紹 那在介紹之後就會有自由交流的時間 大家可以自由的跟今天的分享整個交流或問題 我知道現在也有場地的聯隊 因為中央公交還沒有開啟 所以我們就明星矜視的來進行這個活動 下午的話就會有TGA DCL活動 所以如果有進去的話就可以回下來參加 一樣是在這個場地 那時間會很緊湊 所以最後不用說我就先來介紹 Pager Comment這個活動 那大家請問一下有聽過Pager Comment可以舉個手嗎 那有再打算要參加Pager Comment可以舉個手嗎 那可能大家知道Pager Comment是一個獨立遊戲開發者的高人的展會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一年會辦四次 這四次分別在今年的話分別是已經在後院舉辦完的荷蘭阿姆斯科展場 還有五月我們才參加過的新加坡場 還有接下來八月的美國究竟三場 以及十月今年特別改到以色列特拉維吾的這個場 那可能是表示以色列已經開始決心了 為什麼今年開始改到東郭 那明年的話也一樣還是二月會在阿姆斯科展地投資 那Pager Comment它是一個美國的軍機型的CGA這個協會來舉辦 它其實是非營利組織 主要是希望促進所有遊戲開發者互相交流 那這個活動在五月的話是19號到20號四天 在新加坡很高級的相比達飯店主席 今年統計起來參加了數次有1250個人 還有獲選參加Eating Price的廠商 就是獨立開發者有86個團隊 是來自全球17個國家 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為例 因為是在新加坡嘛 那我們這次台灣有參展的隊伍 有過是9個隊伍 當然是說開發者之外 其他相關的廠商也會過來 所以包含發行商、營運商 或者是網告商、網路平台這些都會一起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次打拚所有的官司渠道 的話那就可以來這邊做交流的 我們這一次參加的各種總共有9個 包含在Eating Price有獲選的8個團隊 但是後來通常的是7個團隊 因為有一個女士沒有辦法來 還有一團的部位團 還有一團的EV社攤 就是說有9個團隊到了新加坡會場 那這是我們跟大會一起合照 今年參展的團隊來統計的話 可以看到前三年分也是新加坡的16隊 還有印度的10隊 再來是菲律賓的9隊跟台灣的8隊 那台灣去年是第三 排名第三今年被菲律賓過 可以看到菲律賓跟香港的團隊都比去年還要整個 是不是他們有過預期的呢 那另外也是知道這次的暴民的隊伍有200隊 是比去年還要多整整一倍就兩隊 所以可能真的是菲律賓越來越受獨立財發主的重視 我們台灣出團的隊伍是在這三年來 除了2013年是4個團隊 所以在2014年有達到12的團隊 今年的話是小狼的團隊 那剛剛有說到 在跟200的團隊競爭激烈之下 會有10個ED Prize 的獎項可以頒 那我很榮幸地知道了 四合院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得到 用Walker這個遊戲得到對家去上獎 而且還有入圍最佳創新獎 跟最佳大會評審獎 那麼我們還有創意盒跟宜宣科技組成的團隊 是用Omitoo不跑這個遊戲 入圍最佳親子家庭遊戲獎 那當然還有一個榮耀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要去天天團隊 叫我問一下可樂跟Name 他們因為非常熱心在推廣 PedroConnet跟學校之後 參加PedroConnet這個混戰 所以我被大會批認委訓會 這次四合院 他可知非常有勇氣地擔任了 展會的主講 講座主講 一個半小時的分享 會場也是有很多國際媒體在做報導 所以我們跟社團隊有一些 在現場就受到報導 好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會場的照片 這個是開幕的時候最大的講座 那這個是會場裡面 這一區就是ED Press 團隊如果獲選的話可以參展的區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其實這一個桌子大概放好幾個團隊 所以每一張桌子都蠻小 每個攤位都蠻小的 就是報導很好 那如果你不是獲選的區位置的話 你的攤位就會這麼大 這邊是餐點跟周圍 因為是在相當的醫療區不辦 所以公用的東西都蠻小的 那這個是 就剛剛如果是獲選的 奴隸團隊的話 他的攤位就這樣 小小五塊 可是你可以用自己的遊戲主題去 布置整個攤位 最後是每一天 因為我們展會有四天 那晚上的時候可能有些站住 他們會可以站住一些晚會 那這些晚會 大家就可以在裡面 交流 然後裏小學 跟其他國家 由於開發前 布艙正式 聊天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8月的時候會有 做金山場的 AngelConnect 所以現在也剛好是正在暴泥期間 暴泥期間 甚至是到下禮拜三 7月1號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這個QRQ掃起來 裡面就是暴泥的網址 可以研究一下 要怎麼找到那些東西 那當然如果大家在這個 參加K論壇那裡有任何疑問的話 今天的活動會不會分享到 之後參加的經驗 那有任何論壇 也可以跟分享的 反對互相交流一下 那今天 那目前現在了解 還有 就第三場 他的報名狀況 已經有23個國家報名 而且裡面還有台灣團 雖然不知道是哪裏團隊 但是希望他 這個神秘團隊到時候 是有獲選進來的 而且現在目前 報名的遊戲 大概有七成以上 是手遊跟平板遊戲 還有新參加的團隊 有高達七成五 還有超過一半的遊戲 是已經發行的 當然還有三成的遊戲 是還在這發行上 所以這是一個 交流很明顯的會場 OK 所以如果大家還是有興趣的話 讓你把這個拋起來 就可以去跟不同國家的 獨立遊戲開發交流 而且因為現在還是有四個場 但是因為在整個世界 不同的州 所以會遇到的國家 是不一樣的 那最後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大家都是獨立遊戲開發者 或是對 手遊電玩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7月23號 和24號 會舉辦 第四屆的 台北遊戲開發者論壇 那這個禮拜 這個遊戲開發者論壇的網站 跟演出的同步上選 票價 呃 售票系統也在Pay Hatings上面 已經好好收了 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來 把這票多小時 還是到觀光裡面 如果是團體到的話 或是網站 OK 好 那時間差不多 那接下來 欸 有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四合院的 開發者論壇 那然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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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沒有什麼東西 其實 那個到還買就多了 不用吧 要啦啦啦 好好好 其實其實就是要跟講一下 我們去天秋可見這個 餐展的紀念 那 我是適合練堂 我們就是帶區參展的作品 就是這款Walker Walker其實就是一個結合金庫器的碳型遊戲 所以它在設計上就是說 你只要帶著手機走你的太空船 就會收集到你走路的能量 就可以去碳型裡面行走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15分鐘 所以大概跳過這個 大家可能不想聽遊戲機後 然後很開心 就是最後其實有得到一個獎項 就是最意外的獎項 就是Best of New 那也很開心 因為音樂的部分其實是我們自己人創 然後花了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編了六首曲子 然後再跳出三首放在我們這個遊戲裡面 所以 所以今天把開心點到這個 最佳音效果 那 其實就是要好 其實讓我們講一下為什麼要參加 其實就是可以想一下 我們在 就是大家或是 來聽別人或是一定不會有可能 就是獨立開發展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那 在這個廠商 在這個會廠商 就我們會需要 在這個產業裡面 我們會需要什麼東西 其實最主要我們就來找熱餐 第一個就是每年曝光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就是夥伴 不然就是 這開始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去的那些人 然後可以去一起去吃肉腐茶 就是 一起去逛新加坡 就是這個東西 這些夥伴在未來的發展上 都會很幫助 那第三個就是市場 市場其實就是 在 在餐展的過程中 其實剛剛看到照片 中間都是餐展的人 然後旁邊有更多自行 全部都是 也不想贊助商 就是廣告商 發行商 那些人 那那些人其實也蠻重要的 就是 我個人是一個一個 跟他們聊天 然後知道他們在幹嘛 因為每一家 譬如說 譬如說 假設你今天有一點 預算小買廣告 那你每一家發行商 其實在不同的 國家都有不同的廣告的樣子 所以你們要去選擇 就是你最想要 比如說你想要發新加坡 你可能要去找那個新加坡適合的 如果你要找美工 你要找美工適合的 然後 最刺激的 對我來說最刺激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 活了快30歲 第一次做全英文的演講 那為什麼要經典講 因為其實是說 如果這個活動在開Sky 跟兩個月前 他們就有 他會有意表來問說 就是有沒有興趣給人的Speed 然後 我就想很久 因為 就是 因為有看到很好 但是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開發上的經驗 所以 我們就挑了這個主題 我們挑的主題是 Gaming for Better World 就是 創造一個給世界更好的遊戲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四個月在開發的遊戲 都是跟市場生活結合的遊戲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產品 是一個植物 叫做植物保母 他其實就是提醒你喝水 然後你喝水的時候 那植物就會這樣大 然後第二款遊戲就是 鼓勵你不會運動 那 這個演講其實還蠻刺激的啊 就是 我們其實要講的主題 其實就是Lifestyle 加Game 就想要提倡一個 為什麼要把Lifestyle 跟Game 結合在一起呢 其實對Lifestyle 跟Game 對Game的理由來好處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最重要的點是 就是 大家可能會想 遊戲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Relection Rate 就是 一個玩家第一天下載 100個玩家在你們第一天下載 在第七天之後還剩多少個玩家 但第三十天之後還剩多少個玩家 那 我們找到這個Solution 跟Lifestyle 和生活方面的東西 和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它很有效的增加 Relection Rate 什麼意思 就比如說 Walker這個記錄器的軟體 其實很大部分的玩家 這個Retenture 沒有亂騙的 就是我們的Retenture Rate 一年之後還有 這20個 也就是365天之後 假設第一天看到了100人 但第365天之後 還有20個人會開 這個影片其實在業界上 非常高 那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 跟記錄器做結合 因為 玩家其實不玩遊戲 很想開記錄器 開始就想玩遊戲 玩玩笑 就去玩家 那 那 就要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去參加 HRK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第一個其實是 大會會一直跟你講 你的演講主題 要你聽眾的主題 要你一直打廣告 就是 你要去想 你的演講 帶給你聽眾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他們走了之後 會得到什麼東西 而不是 去製造你的遊戲 還有一個小褲 還有什麼feature 這個大會就會跟你說 你要修改一個演唱 那 所以 而且 其實大會會跟你說 就是除了現場的聽眾 大概應該五個 我會說 差不多 超過一百個 現場另外 那還有大概十倍到十倍的 現場聽眾 就是 他們會看直播 然後直接看一個演講 那 所以 其實你的聽眾的樣子非常大 你知道 最後就是另一個 因為你的壓力是大 就是 對我而言 就是 我的準備方法是 我在一個月前 就寫好一篇中文的演講稿 然後 想辦法自己把它變成英文 然後再搞一個英文編輯方 也是論文的稿 然後錄完這個稿之後 因為英文編輯通常錄完這個稿 它是一個很 呃 怎麼講 很嚴肅的稿件 你要把它變得很頭語 快就背不起來 所以 你要花時間跟你的那個 就是跟你的英文編輯 就是調整那個稿 然後就開始背 我個人呢 因為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就背了大概一個月 就是每個禮拜 那邊背一個稿 然後直到我上飛機 從台灣飛機到後 飛機四個半小時 我從半站那邊看電影 我就從那邊一直背那個稿 然後 到上台前的一個小時呢 我還是很緊張 我就躲 就是大家在退場 我就躲外那個 像人家到那邊不要廁所 我就繼續背那個稿 然後 背到上台 就是稀笑 其實 感覺那是蠻好的 就是 現場講起來效果應該還不錯 就是 因為 我覺得這 如果之後一模演講 然後就是要再針背了 就要至少讓現場的感覺 是很不錯 然後 第三個問題其實是 他現場不能給你demo 就是基本上 你沒有demo的機會 就是你沒有辦法 在現場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然後來看demo 然後就是流行後 這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你應該要把你的 想要影響的價值 被畫到 就是你的頭影片裡面 最好這個業績就可以呈現 那 他其實有很多 但是 但是其實 這整個Striky的朋友 他其實都會這樣子 用阿瑞的一個頭影片 的一個Template 但其實這也不要有 就是如果你覺得 那個頭影片很 很Striky 就是很 限制很多 妹妹嘎嘎 你可以其實可以選擇 你自己是帶來的 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有沒有 跟他討論過 然後最後就稍微是具備 你的片把自己要準備好 你的頭影片自己要準備好 然後 最好給別人 看 講過好幾次 聽起來覺得很不錯 之後再上去 然後最後就是 下台之後 其實會有很多 不能講媒體 一般是有媒體 也有 就是譬如廣告 發行商會來 問你一些問題 就是想要知道 你的 你對你 尤其突然的想法是什麼 你發行的嗎 你會找發行商 這些問題其實 一開始都可以想好 譬如說你如果接你的 EDM資料拿去 找發行商 最近還沒發行 那你可能就要想一下 如果有發行商 來找你的時候 你可能要怎麼回應他 那如果你是已經發行 如果你是要找廣告 怎麼辦 那你就要想一下 如果是廣告 你找不到 你要怎麼回應他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都很常見 像我就被一個新加坡人 被馬來西亞人問到 半島 他說為什麼想做這個啊 然後問一桌一桌 都很細節 但是也蠻開心 因為會找到很多 很多 就是遊戲圈的好朋友 而且不是那種 很商業化的 就是大家是真的想要討論 怎麼樣做好遊戲的小細節 真的是有非常想 share 非常多 因為我在地板上 剪刀就是大壞手冊 然後就看到有人 把你的演講勸起來 就好像去你就覺得超級爽 你這樣子 心情超好 就是 表示你的準備 看到這張之後 就覺得有價值 因為已經花了很多時間準備了 然後 其實也都很擔心 會不會 旁邊的 想說很厲害啊 旁邊有什麼super sale的CEO 然後iPhone 所有者就是COC 大家知道嗎 莫蘇國的CEO 然後什麼 就是一根大大咖 你不知道有沒有人會聽你的 你看到這個時候蠻開心 然後 現場提供做好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開心 然後再講一下 舉例一下 如果你要講的 有內容的稿 叫做有內容的 譬如說這種就是 這個是 這張圖表是 一個individual share的 它其實在講的是 在App Store裡面 不管是App Store 還是App Store Google Play 在裡面大部分的下降 其實是從 第一個 最左邊那個 口碑推薦來的 其實不是你下廣告 其實不是你下廣告 現在下廣告大概只有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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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可能不會想到 百分之50的女生 或是百分之40的男生 都是從App Store的社群裡面下個關鍵字 找到她想完的東西 所以這三個點其實是特別重要 像這種share 就會在演講上 被大家先看看 幹嘛小孩子拍照 就是效果就蠻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我們會去講一些 我們真的在執行上所遇到的心得 比如說 上一張投影片不是講說 就是如果有口碑行交的話 就是如果有口碑行交的話會更好 然後所以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我們就把口碑的分享分成這幾種 然後有生命交情的場合 比如說最右邊就是可以活越久 最左邊就是活越短 但是上面就是效果越好 下面效果越差 比如說Real Life就是我跟你說 欸下載一下 這種效果最好 不是話語最短 因為影響的人很少 那最長的那種就是 有人寫一篇部落格介紹 它的效果很長 可是會真的因為這個部落格下載的遊戲 可能就很少 所以在這種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share你的經驗的話 給越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效果就越好 就是大家會 就是下來就開始聊天 想知道大家意思的經驗是什麼 你該問對方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是幾個 我覺得很心理層面的 就是 避免你有信心 因為我第一次做一個英文講師 在太沒信心的 就是 所以就很緊張 那我其實覺得 呃 就是 講完之後你就聽前面的人 又去聽後面的人 你就覺得 其實大都差不多 就是 就是馬來西亞人啊 新加坡人啊 大都差不多啊 就是 你只要有準 可以有信心 第二個其實就是西中經驗 因為我其實這是 最想去的點 其實也是可以做這個英文演講 因為它是一個很不錯的經驗 就是 你可能沒有做過 如果 在台灣可能很難有這個場合 被你練習 這麼多人 然後一心理站 半個小時的英文 但是這可能很難 那 所以這個經驗是不錯的 包括以後你用在 比如說 我們現在跟我們國際上的 國際上的大成同伴 國際上的同伴做討論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很有幫助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交朋友 會有就是 大概這一半的 前面一半都是新的 都是好朋友 就是 就是你會遇到 你會遇到很多新的朋友 然後一起開發遊戲 你會一起在那邊討論 遊戲台也好玩 遊戲台也不好玩 那又到什麼瓶頸 然後 一起去吃東西 然後一起晚上去 那個 晚上的派對裡面喝酒 然後喝喝酒 就有人喝掛了 反正就蠻好玩 就是交你喝出朋友 這東西 在一開始下 很直接的幫助 但其實它會給你很多新的 ID 很多新的想法 在你未來的發展裡面 然後 不萬一哪天 你想要做什麼事 你也知道要找誰幫忙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第四個 就去主要練習 幫他講 就是 就是 準備要一直準備 一直準備 那通常 除了準備 比如說你要去演講 你要準備那個演講 所以如果你只要去買他的話 其實你最好背一個 大概 30秒到1分鐘的 你的遊戲的英文介紹 因為哪一的人大概有心 就是他 就是他要聽過嗎 然後你可能一字幕幕的講 可能想不清楚 所以你其實可以寫一個 200次到300次的英文介紹 講起來大概就是30秒到1分鐘 那有人來你就被一遍 有人來就被一遍 第一天的時候可能 頓頓頓 到第三天的時候 你就被到位 就是 可能比出場的講到100遍 這其實是 滿有 我覺得滿有價值的 然後 再來就是凡是這種意外 就是 意外很多 出國就是這樣 像 我們 我們住的那個 就是我們住的那個 hotel 就是 出國要參展 你要想你其實 除了參展以外 很大一部分的問題 都是實力住行 就是 機票怎麼閉啊 然後 飛機會delay 像我建議啊 我不知道大家都做褲航 上面做褲航今天超恐怖 人家做褲航的時候 褲航跑到跑道上 要起雷了 然後停下來 然後 還有人在機門說 他們的電腦壞掉 真的真的 然後 機場就說不好意思 電腦壞掉 但是如果他在下機的話 他要兩個小時 但是如果在電機上等休 他們只要20分鐘就可以起 對不對 那我們就在電機上等休 電機上等就關掉 然後就繼續講 然後 休了半小時知道說 我們工程師在那邊上來 重開機 然後開這班 畢視台電腦開機師班 他說好 你修 你修飛機就重開機而已喔 這樣子 很恐怖喔 然後最後 就下飛機 要求全部的機組 就是乘客要求換了另外一家 飛機的飛機隊員 所以其實很多意外 然後你會卡在很多地方 所以其實準備 我們的做法是 前一天晚上就去 然後 當天晚上就住在那邊 然後最後一天晚上隔一分 就是活動結束的隔一天才走 像你比較充足的時間做準備 你會突然遇到意外的時候 你就很慌張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夜間真的沒太陽 然後 然後 就是我覺得上載只是上一件事啦 就是 最主要是其實是去看 呃 第一件是體驗 就是新加坡的生活 像我已經去過新加坡幾次 所以 就可以去玩街 有可能的 然後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可以去看 新加坡已經有了 像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可能約 新加坡我們認識的 我們不認識 但是覺得他在網路上很酷 的開發者 你就寫信給他 然後說 欸我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會在新加坡 然後大陸有關時間是去白糖的 其實 獨立他把成功的都很好 就是他很願意交流 所以你只要願意寫信給他 他有回 就可以找到玩 然後就可以開始就是 他可以可以介紹一個怎麼會好吃啊 可以可以介紹一個新的經驗 或是當地的發展 應該要怎麼樣的 然後給你一個食物期待 所以如果你們要去新加坡 的話可以給我一個 好吃的食物期待 我以為這樣蠻長的 然後我覺得 他參加獎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私底下的步動很遠 比團隊上的步動重要 其實聽TRAP的人 就是去年講的 他總共有市場 我們去年長總共有四個check的 就是同時有市場演講在講 那 我個人認為其實 私底下的這些步動會 比在檯面上的那個 去聽演講的步動還要更有用 因為你會有更多東西 所以其實不要害羞 你聽完演講 你覺得有疑問 然後你不敢問 其實就衝過去以後 你就隨便問他 他都通常等都會回答 其實都不會這樣子 然後都對上輕鬆 其實蠻有趣 就是很好 然後其實要講就是 我們怎麼準備啊 我們的highlight點 就是我們其實 對於我們所有的 partner來講 我們就準備這三個最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的產品已經做好了 然後 而且已經在線上 那不管你們在線上 就算沒有在線上的 沒有在線上的建議是準備 因為它是70%的產品 為什麼 如果你要找發行商 它其實其實是很奇妙的設備 如果你要找發行商 你拿一個 你只擺做好的產品 那你就會覺得 喔這都可以做這樣 所以你要不要換小東西給他 你就拿個80% 70% 然後你才說 欸這個可以改 這個可以 喔好啊 以後的可能是會改 那這樣你們合作的機會就比較好 但是你是開發商 所以最後有沒有 改的學歷在你 但是有沒有發行的學歷在他 你就會有很多的 嗯 你都選 就是那個 談判跟溝通的空間可以交 然後 蠻有趣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你要參展 你就一定要買你的產品 準備到可樂公司上面 就是說 你至少要是全球的市場 像我們遊戲發行的時候 一開始 第一本就直接有個十億個語言了 包括 嗯 發體中文 解體中文 英文 日文 韓文 然後泰文 德文 馬來西亞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法文 都有 阿法文 過文都有 那這樣的情況下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不管遇到誰 他都可以用他最當地的 裡面玩很多遊戲 而且全世界的開發商 都會對你的東西 比較有興趣 因為其實 東西有做 你的遊戲有做 在地的話 在當地的 好賣的程度 其實都是差很多的 所以其實有做是最好 然後翻譯其實都 沒有辦法流行 但是不要Google翻譯 設用第一家跟第二家 那兩家都超級大 就是 Google到了前兩家都不要 一生家以後 可以喘 就是我沒有 我沒有踩過 這樣可以踩 然後第四個是 你要提供一個亮點 就是我們的亮點就是 我們的retention rate 因為我們是Lifestyle 對 最後就是 才到 可以公商時間一下 我們只會浪取了2.0 就是 就是 玩家 聽著5月了 然後還蠻開心 然後剛好 Denium store feature 在全球127的國家 所以 就是 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 像性格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過 就是去交流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在幻場的時間開放 有Q&A 有個人有問題嗎 然後那就自己 私下交流囉 那接下來要請 遊玩的Vlan 來為我們分享 這次的性格 大家好 我是遊玩的Vlan 然後我們這次 來講這個 就是 這次去Vlan 的產品可以接 新的 那我新的的話 是大部分都會接 所以幫我們接 我的內容大概是會講 比如說 他有其他題 還有他通常 還有他 整個序合的感想 大概是怎樣 然後 像剛 剛威寶 覺得他很好 我們是搭新場序合的 但其實新場也沒有說 好像說 那麼貴 想說你 低少 低少 低少電機票大概 低少了 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話 其實走近而已 就是 還不睡啊 什麼 然後就是 來回的 而且也是 比較安全 對 好 這個是他 第一天的一個 就是 你識別證的一個 1% 他這個 就是 類似 類似 那個餐廳 類似 那種 也有點像 夜店 然後他 商店他以後 類似這種平衡的 他那邊 是還蠻不錯的 很漂亮的 然後 這個是他的 大廠廠 他是在 餐廳 然後 157級飯店 其實是 就是 還蠻不錯的 廠地還蠻不錯的 這是他的大廠 展區的話 其實他有一點 有點像是一個 你知道嗎 蹲夜 那種 一個很大的 那種區 對 然後 裡面就是 裡面就是一些 就是 一些位置 下一個位置 像我們是那個 就是 臉肺商長 就是 去申請 那邊是第一塊錢 然後就是 你不用付錢 他大概被一個 這樣大的 一個小桌子 然後也可以放一些 軟圓的東西 然後 你沒辦法放 海豹或是準備一些 你不知道這樣 剛剛好 展示的東西 對 海豹還有 一件事都可以 他這個就是 桌子很小 然後我們比較輕易 製作我們投幣培檔 所以 在右邊 右邊 右邊 那邊的話 就是 一些盤子 還可以放在那邊 然後 這裡的話 下一個 比如說 你們要入選 這個 你自己付錢 自己付錢也可以 但是他是一千美金 那我發現 他這個 這製作 這種位置 還蠻不錯 就是 他是在 他是在比較範圍的位置 然後 他這裡放的海豹 感覺就是 效果 我覺得 比較好 這個 這個位置讓我 影響到 那個 今年中心電玩展的位置 因為去年中心電玩展 他是 他是 好像是50組 就不用錢 然後送你贊助 他今年的話 他分成 A跟V 然後V的話 就是要錢 那因為 角度大家就不用錢 他就會有 他有一些 運氣 會有人在外面 有可能在裡面 他這個是 就是你有付錢的人 就是在有比較好位置 然後 他就是 一些包吃包住 一些吃吃喝 他全部都不用錢 這一點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西加坡喝 那個東西好像 比較亮亮的 所以 都可以 全部吃吃 不用錢吃 他還蠻不錯的 就算你 只是去吃喝 他好像 也蠻值得的 這樣 只是說 這些便當的話 要搶換 是不是都要去 都快不到 好像變得早館 然後 然後 下午茶 其實他早餐也有 只是 你要早點去 然後 他會場 整個就是 其實 一群人在那邊 其實 我發現 有的就是 你只是去 就算你沒有 沒有一個場地 電話 沒東西的話 好像也還可以 就是你只是去 掛開電話 也是OK的 然後 晚上的話 他三天晚上都 都有Party 只是我看 其實還蠻吵 都非常非常吵 但是你也是 可以繼續 繼續聊天 唉 還是一樣 就是一直給聊天 這短點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這我後面講到 因為 你說你去那邊鳥掌 他去的人 很多 然後 你 他這兩個掌 目的不太一樣 就是 你會一直遇到一些 重複的人 所以我覺得 有什麼疑慮 大家都可以 或是 你剛剛有什麼 昨天鳥王好像 他有一些還沒鳥王 其實他可以繼續聊 都一定會遇到 因為他產地 其實就是 也就那樣而已 然後你爪就去說 那麼其他都會遇到一些 已經認識的 然後後來我發現他 他有哪種 志工的也可以 這個我覺得還蠻妙的 就是像 有一個馬來西亞 我跟他們有一個人去 他是 借有兩個名額是不用錢的 他們當然是要付錢 那你其他的人 要去的話 其實你就是當志工 而已 你說他有三個人 是不用付錢的 但是你去當志工 就是說 你三天有一天協助 所謂的協助 是很簡單的 他們就是 可能要問內人 要知道他們真正的 工作內人 不過我看他們也是 在跟人聊天 然後 發一發一些 鮮壓器 所以想 你三天 你全一天去協助 就是當志工 協助別人 然後 其他兩天就可以 也被輸入參觀 反正跟你付 一筆錢 那種 效果 然後 然後這個是 這個特別 這 接著很多人去那個 這樣可以讓他 不曉得 其實 就是 空姐好不錯 很像那種度假的 我是來蠻險的 所以我就 看我看什麼 比較有趣 然後 這 他裡面也用什麼 這個 這個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他 展地 展地的話 還蠻不錯的 然後就是 也都不用緊張 整體上 整體上 非常OK 然後我感想就是 因為他可以 一直跟 同一弟 一直在那邊聊天的話 就是 很快可以增加一些 就是 有好程度的 對 比較不熟的 可以 瞬間變得很熟的 對 因為一直遇到他們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是 比如說你遇到的 像我們 像我們 有接一家 Videococ 他在我 然後我就問他說 他說 他裡面有些細節 對不對 然後就是 問問他說 這東西是怎樣 你可以 你會一直遇到他們 然後 他 在那邊主要就是 就是 在聊天 然後找一些發行商 像我們這次去 雖然是 用一個舊遊戲去 但是其實我們 也有擔心的 只是說 沒有特別想說 就是 發行商 你覺得他很重要 我們再打開 大概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他跟電修卡丁 比起來的話 他人數還蠻少 對不對 跟那個 多位電修的話 多位電修的話 你遇到一個 大概四天之內 他最好有四天 你這個 電修卡丁三天 他還多一點 但是你遇到他 你下次還要遇到他 他還蠻好 他小不小心哪裡 你說 他休克 或是不開心 對不對 或是不開心 就是你還在遇到 同樣一個人 有點困 那那個 電修卡丁就不一樣 他就是 你會一直遇到他們 然後 你可以 發行商也好 或廣告 你就可以一直到他們 然後他們的 補程這邊也是 得半全 對不對 不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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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約 不會OK 不會OK 我覺得主要是去朝聖 就是 去玩不玩 那些電玩 跟他這個目的不太多 然後這裡也缺一個 這是一個 新加坡的那個 工業 我問他說有什麼 那是什麼 啊 他這邊有這個 文化還是什麼 還很激状 對不對 底下也不錯 雖然又對 就是 反正 他說不好吃 可以找他 其實還很臭 所以不小心 然後最後的話 就 特別感謝那個 就是 希臺裡面 有跟 然後還有 知社會人 夫妻 跟妳講 還有小胖 也幫我們 明明 然後 然後 新加坡其實 我覺得 三層去旅遊的話 也是還蠻不錯的 然後 實際上個 商務功能的話 也是有 像 像我們聯絡 那個 觸控商務他 他 他繼續跑去360 然後 因為妳有見過一遍他 而且妳一直 跟他在那邊聊的話 互動關係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 之後 就是 就是 因為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有些人會問我說 你說 像我去 你說你去 方便電話掌握師 去 這個Gate Show 檔驗 回來 有一些人就會問你說 下檔驗有沒有要衝 或是有沒有什麼效果 對不對 其實 你假如說要這種效果的話 應該 應該去衝反比較快 他這算是比較殘疾的效果 就是 就是 那種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那種效果 就是你要看 比較殘遠的話 對 會比較好 對不對 然後就是 那些人就是 以後 以後都會遇到 假如妳還在 遊戲場裡的話 那我給妳講 大概 謝謝 喂 大家好 呃 我是獎監工作室的 小王王 欸 呃 先跟各位說說話 我先 因為我 我 衝衝忙忙 大概10點多少來這個地方 所以 呃 氣場就出過來 很好的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這次是第二次去參加 Catchel Connectation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一次的心得 然後跟前一次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順便 呃 因為我現在在做一些遊戲 所以就 promote一下我家的經驗 就是這樣 好 那 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那 呃 我其二人看過也都沒看過 那 沒關係 反正這是我之前出過的東西 那我現在在做這個 欸 目前我這 其實這款遊戲叫Pix PD 它是我這一次拿到Catchel Connect去參展的作品 那它 這 目前這個遊戲還是Prototype的狀態 對 那 你說 欸我們這次去參展啊 Prototype可以嗎 呃 可以啊 對 絕對是可以的 對 只要是它有某種的可玩性 然後有某種的程度 那其實去年 其實去年 有一個印度的團隊 他就 只有Concent 然後就去了 對 然後 對 就去了 然後一對越來越去 非常厲害 對 那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我 今年在 呃 今年在 那個台北電玩展 就是 公布的一個 作品 這個 目前還只有 還只有這種狀態 所以 呃 希望你之後有機會 可以 找更多的夥伴 來一起做這個遊戲 好 其實我這一次 為了 就是剛好 其實我 像 現在獨立 一個是工作室 我們在做東西 人數不多 那 而且這分手 我沒有公司的主管有壓力 那我 我自己本身就是靠 參加 參展壓線 然後就 去當作我的 Monstone 所以這一次Monstone 我就 準備了 不少的 就是我自己寫 我自己的那個 開發報告跟宣傳網 對 然後這三個版本 這樣子 對 剛好就是壓在 壓在這一次參賽的時候 對 我覺得 呃 因為目前 我是覺得是這樣 就是目前我的 當你的遊戲還是 Port Time的時候 如果說沒有像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也要時間 把你的UI UI UX 那個做完成的時候 有一份這個 有一份這個東西 其實會很不錯 大家才 在家 如果說你是在家裡玩的話 你會比較容易看得到 呃 玩家會比較容易看得到 你現在在做什麼 可是很 很妙的一點是 就是 你到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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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實你沒有任何時間 給 給你的 給你的 來玩你的遊戲人看那個東西 說真的 完全沒有時間 所以 那個就是我現場的專用 那本來想一想說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目前的遊戲 我們有一些新的update 可是 時間不夠 所以我就先 趕快先跳過這樣子 好 那我簡單談一下 我為什麼 目前做這個新的遊戲 就是 其實我目前在 呃 在過去的 跟其他團隊合作的過程中 年輕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 其實 呃 我對於一定的團隊來講 呃 我比較希望就是 可以有一些比較 超多於傳統的一個精采 然後 對 所以我嘗試了這樣子一個 Vitual Game的 Vitual Game的 Style的 塔堡遊戲 然後用了思考上去的技術 那 我從 其實這一次 這一次 這一次參產 參產的目的主要還是在說 如果說 如果說我今天我做了這個破台以後 我做破台以後 呃 呃 我希望可以提早獲得一些 呃 市場一些 跟發行商 看那個廣告商的一些意見的時候呢 欸 那個 我可不可以提早一下 知道我這些 他們這些訊息 然後 呃 提早修正我的遊戲 提早修正我的遊戲 把它做得更符合市場性 對 所以我這次拿這個遊戲去跟 去跟 去跟 開發商 廣告商跟 呃 東南亞的一些 呃 東南亞開發商 發行商 還有廣告商 聚養 然後有一個很特殊的點就是說 呃 通常如果說你拿多多特殊給大家看 呃 開發商會很開心 而且開發商會很 樂意亂提 欸 告訴你遊戲好地方 跟不好地方在哪裡 可是呢 呃 呃 對於廣告商來講 他們其實在乎的是 因為他們要一個完整的產品 他們要一個廣告的渠道 所以 開發商通常會 興趣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們 過來就會 欸 你遊戲怎麼玩啊 這樣子 好 然後 發行商的話 我覺得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會站在 發行商的角度 然後跟你講說 你怎樣的遊戲 你的遊戲要怎麼改 才可以 符合我的 我的 發行商的屬性 然後 給你一些比較 忠實的建立 那 在你們 在 如果說你的遊戲 又符合他的調整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再談 更後一步的 合作 也有可能 對 只是 可是如果說你拿的是 但是獲得太有出去的話 就是 就是先建立關係 這樣子 對 對 所以像這一次我去 這一次我去 Telro Connect Asia 其實就獲得了 很多很多很不錯的 意見的回饋 那 包括 就是各方面的都有 所以我 這個 再回來的時候 這個月其實就 拿了不少 就給了不少東西 這樣子 欸 如果說講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說講到 什麼東西 做錯了 其實在 展覽8 開始之前 我 印了200分的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 我的遊戲的 布卡 然後上面有一個 QR Code QR Code 那 請問說 你拿這個QR Code 的時候 我們就 Scan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玩到我的遊戲 理論上也是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沒有人有這個時間 通常拿了之後 就走了 然後我到現在 其實有些人會 其實看我的遊戲 起用狀況 其實有些人也會去啟動 可是其實反應不剩 那他們不然也就是說 你來了 我坐在你前面 我坐在你的位子前面 我要馬上看他們的遊戲 然後大概 想過時就錄不到 5分鐘吧 然後他就把你遊戲玩完了 了解了 然後給你意見了 然後就走了 對 但是PortoTi也棒不棒 可是如果說你的產品 是比較完整的話 我覺得 他們 我們會 他們如果說他是 發錢商 或者是廣告商 也可以說可以談一些 比較進行過的工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本來有在我的PortoTi裡面 放一個 大家都知道Google表單 可以做我的問訣 所以我就在後面 遊戲玩完之後 會啟動一個連結 然後 蹦出來一個新視窗 然後跟大家講說 你可以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可以回規給我 然後我後來發現 就是 所有人的游染器 被打開我的遊戲之後 完完之後 那個蹦出聲音都被碰到掉 對 所以 所以我做了那個文件 然後就 做了那個文件 然後 我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對 所以 各位朋友 你們如果說有 類型這樣的設計 也許你們可以做一些更 更好的一些遊戲 還是更順暢 可以 可以 給你們這樣 回饋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不知道這個 接下來的投影片 有沒有 就是 Lucy有沒有講過 有 對 有講過 不好意思 比較麻煩 對 像 它有市場 人員有市場 它有自己的媒體 然後 為什麼要 我談一下 我談一下 我在這一次花了多少錢 對 我做了一個圓頂圖 呃 給大家看 我就是畫了多少錢 對 我大概 這一次去一趟大概就是 呃 不到 其實一萬五千塊是初步啊 其實不到一定一萬五千塊這樣子 然後 這機票 再百分之六十六 然後 我還跑去買玩具 對 這是很棒嘛 就是去新加坡 跑到那個 那個 然後搭折架 買了兩個 那個信註的槍回去 然後 欸 理論上來講 其實這一次 如果說你是在 InvPrize 呃 然後 大會會提供給 如果說你有登記 大會會提供給你 那個免費的 新年旅館的住處 可是這一次它 去年的時候是 呃 從十八號到 二十二 二十一號晚上 都 那個四天都有 可是這次少了一天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 第一天晚上的 旅館費 然後 然後 對 所以會多一個 第一天的旅館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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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你想到出這次 呵呵 可以準備一些錢 然後 這個 這個 Local Travel的話 因為我們這一次 其實 因為我們這一次 就是跟那個遊玩同房 然後他們 我們加起來四個人 四個人可以組一套 組一個 呃 就是組一個團 然後做計程車一起過去 這樣子 對 然後 這邊有一個 阿德 阿德是什麼 因為去年 發生一個產局就是說 因為搞不清楚 西加坡的店 人家費口炸人家的那個 保險司 對 然後這一次的話 很遺憾的 不過炸人家的插座 對 所以 配了人家一些錢 這樣子 對 對 所以 各位朋友 你們一定要記得 這個 安全的東西 一定要在一起 對 要不然 就是 會有國翁之宅 好 那這些照片 其實都是當時一些狀況 欸 欸 我相信剛剛有一些 照片 其實大家都已經看過 阿對 重點就是這個 重點是我們這次參加 GPF 它是以這個 Interclass的名義 對 所以 它其實是一個 它是一個競賽 那 以哪裡的這個遊戲 去參加這個競賽 然後 它會獲得一些獎項 然後 特別要講的是 這一位 它是一位來自 戰敗的 一個 遊戲開發者 它本身有 本身在 出國A Studio 有一份工作 然後才用那個 動作之餘 做人款 用RX人士 然後做了一年半 然後 一個人拿了三項獎 淋了一箱 呃 淋了一個行李箱的獎品回去 幫老家 非常厲害 喔 對 這個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就是說 欸 新加坡 坐計程車 會有 過路費 有點像是那個 我們高速公路的那個 EGC 對 然後每一個 時段的 每個時段的過路費 不太一樣 然後它 過路費在這邊 呃 多少它會收在這裡 然後這是你的 計程車費 所以 如果依照每個時段不同 它有時候計程車費 會跟它的過路費 一樣會 所以 大計程車 有沒有要注意這一點 對 對 最好是四個人一起坐 對 然後當然就是說 欸我們 我們這一次去Stagio Connect 可以跟很多 進行交流 進行交流 重點是進行交流 對 欸 老實說 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你是一體電腦團隊的話 就 我們在Connection 是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 不知道未來會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跟什麼樣的狀況 那什麼樣的人 會在你生命中間 呃 呃 在有一些基地 也許是開發商 也許是發行商 也許是你的 廣告商 不知道 所以 你看你們這 我們這一次去東南亞 可是我們 去 我們去新加坡 我們不只碰到東南亞的人 我們還看到 日本人 呃 丹麥德的人 對 然後 還要從波蘭來的 啊對 對 我們這次做了參加 這裡 對 那我們這次其實還碰到 以為這位是 在忙一個叫 gamefounders.com的 的那個 創投 那他們這次是有來 可以尋找一些投資標的 那 還不錯 這是專投遊戲 對 對 然後他們 他們 呃 這三天就在 現場在發那個 冰淇淋 對 然後這位是 呃 小禮先生 他是 IGD 欸 他 對 他現在還是IGDA的會長 IGDA的會長 然後他基本是記者 所以他就來這邊採訪 那當地也有一些 日本的團隊 呃 有來 雖然不是很多 只是 講得到日文 這樣子 OK 那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準備什麼東西 去參加這個專案 當然就是 你的遊戲 你的遊戲 那根據你遊戲的 現在開發的動態 你會在現場獲得 非常不一樣的結果 像剛有完結 他們已經 品到他們的產品已經滿備了 所以他們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去找開發商 找很多對象 那 好 然後 那對我的話 我就是 只是去收集一件而已 對 收集一件 那 你還有 有觸控的熱誠 人家才會願意跟你 進行過的交流 對 這是現場的 因為我是 有帶一台 一天過去 所以後面會顯得更緊 所以 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不錯 對 如果說可以 對 就是一個 活動的 那個 手機家 這樣 當然 你 英文能力 是 基本配備 可是不用很友善 但是 可以介紹你的遊戲 可以順暢 跟對人家介紹你的遊戲 最好 那 我們其實也碰過 在當場也碰到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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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英文版的 不會講 可是他還是說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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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玩 對 好 好 那我差不多 時間要是 最後就是差不多 那個 足夠明信片 足夠的那個 名片 對然後 找一個最佳的方式 去展覽你的遊戲 那 OK 那我的 我的 心得就到這個地方 那 如果說你們有 要知道更記錄的狀況 可以在 也是在跟我講 謝謝 有人有問題嗎 接下來我們 就請 7'clock 的 Yuki 來為我們分享 好 那當然我是 7'clock 的Yuki 教股明信 其實 我在跟我同事一起去 就是開設廠面 其實在去之前 還有點擔心 就是 因為覺得 聽說新加坡是一個法律 就是很簡單的地方 就開始的時候 我遇到紅綠燈 我都不敢 就是走超過的 才行到 然後我還在跟我同事討論說 到底能不能 在馬路上騙走 因為我真的很怕 就是 戰爭媽子的事情 然後就回不來了 那最後 在幾個紅綠燈看到 他們就這樣 我大概有一半的人吧 就完全無視的 我們就直接 這樣走過去 然後我就很驚訝 到那個時候 就開始放棄了 覺得沒有問題 那這是 我參展的遊戲是這款 就是 牌照上皮大水 它是一個 一個 一個殭屍 然後把殭屍給你動物 然後基本上是去攻擊 這些動物的一個遊戲 那其實 我參加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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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 其實根本就沒有想參加 戴手上皮大水 其實我是被我總是不避 應該說是被 避過去這樣講的 因為 中間我 這款遊戲開發到中間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叫它砍掉了 這樣子 那可是我現在 也很感謝希希 也就是因為 我在當場 收到了一些回饋 然後 我也遇到 剛剛有提到 就是HDA的那個會長 小野先生 那他給我很多反饋 然後他告訴我說 他一直 一直盧我說 希望 把這個遊戲 就是在日本release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就當起來答應他了 所以我現在就會 會回來 把XG9號做好 這樣子 那這邊就分享一個 算不算秘密的 小小商店秘密 就是 在場就說 兩三個 拆發者跟我說 殭屍 殭屍內容的題材 這個東西 如果要做的話 就是 不必要在日本的市場去上市 原因是因為 這集Steam上 也有在分享的評論帳 就是如果你的遊戲 有殭屍題材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人就會特別喜歡 大概多多四五倍的下載 這樣 那再想到小商店 就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 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個訊息 那 為什麼有參加XG9號 我覺得 第一點來說的話 因為 我這裡其實有在台北電腦站 去參加過 那 第一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亞洲嘛 像這個開銷地 大家都知道我們 就是小的工作室 或是 引體來說 什麼都有 有熱情 什麼技術都有 但是就是沒有錢 那 相對 相對來說 這些旅費或機票的話 隊伍來說 會直接就是一個 就是決定要來去參加 或是要不要花費 那第二點的話 就是 假設 各位在座 各位就是 以後有想要參加 或是沒有參加過 就是比較國際性舞者展 我認為 CCA是一個 滿好的機會 因為相較於 開的電話展 可能就是 就是你會看到大部分 都是台灣的 一些 開發者 這裡面你會看到 很多其他國家的開發者 主要算是亞洲 但是一些英語線國家 然後當然也會有歐洲 地方的開發者 那 第三點的話我覺得就是 比較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最有價值的地方 就是說 你可以了解 就是東南亞 開發者 和他們的遊戲生態 或氛圍 因為大家知道 台灣其實蠻紮實性的 就是 我們大概都是看一些 歐美遊戲啊 日本遊戲這些遊戲 大國的遊戲 有時候其實我們不太清楚說 東南亞這塊新興市場 這也滿他們的 就是 那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就是他們 他們做出來的遊戲 會是怎麼樣的氛圍 然後他們的人 會是怎麼樣 那這其實是一個好機會 這些國家 是有比較有印象的 那我在這裡面其實 我比較有印象 我就特別提到 那個小印度這一方面 就是 印度 印度人在整個過程之中 給我的印象其實還蠻深刻的 就是 第一個是 我覺得他們的積極度很高 然後他們的遊戲的選擇 多元化也都很不錯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他們的遊戲我覺得還蠻虐的 就是難度上都很高 有點像Flappy Bird 的那種味道 然後再來我要請教一下 菲律跟馬來西亞 這兩個地方 因為我覺得感覺上 像台灣的開發者 跟這些地方來比的話 總覺得 菲律跟馬來西亞的團隊 都是 越來越規模的 就是整個來說 它整個整個團隊 裡面 有一個專門負責企劃 專門負責行銷 然後 就是各方面都算是一個 很完整的團隊 那 感覺都做得 其實有聲有色 好 那我去參加一個展覽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當然就是說 去跟這個展覽前面的互動 那 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在西亞古列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 這些 各式各樣的人 那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你 去之前 你就要去想好說 為什麼要去這個展覽 你可以遇到這些人 那 就是在 這個展覽裡 去接觸這些人 能幫助你的 這樣子 那 第一個你當然會遇到的 就是最多的其實就是 一些 不過他們可能跟你 是不同國家的 好 那我覺得這個也有個 就是 很 不錯的機會就是 就是你當場你去看了別人的遊戲 除了說你把你的遊戲拿給別人玩之外 你一定會看到很多人的遊戲 在某些方面做的特別好 比如說 做我對面的 他是一個新加坡農地的大叔 我覺得他的遊戲 他的遊戲就是 做那種大家來掃查 所以兩邊 兩邊去選 不必要什麼不一樣的 可是他的UI和聯繡 真的做得超級大 所以我就當下我就直接去問 你這個整個製程 或者你跟聯繡 合作溝通等等 是如何 那他 他也跟我講一道 他這個很愛講 就是 他就一直講說 我的元素是你美女啊 怎樣啊 他很正啊 然後 然後其實我這個東西 就是有參數 我就一直逼他 我就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叫他改 叫他改 然後把他罵到哭他改 他就一直講 然後 甚至他 就講到最後 他還跟我分享說 新加坡的公路人員 那個效率很差 然後 對 剛剛你提到這個GSC 他以前也是GSC 就是 就講很多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好機會 你找你遊戲 因為每個人都有 自己在開發做自己的專業 你找你可能覺得 你想你去 或是你落下個地方去 然後去找廠商 你覺得在那邊做特別的 這些開發者 然後去跟他們交易 好 那第二點的話 就是一定會遇到 會遇到 就是Google和Apple的人 那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 一個chance 就是說 不是校長說他們要來feature你 是這樣 是說 他們會給你一些 Direct直接的建議 比如說 覺得你的遊戲 或你的一些 你這樣類型的遊戲 在我們的商店來說 是屬於怎樣定位 或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怎樣怎樣 那我當然覺得這個 一定是 就是非常直接 非常火好的建議 那當然你給他的第一印象 還是會想著說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他會不會想到你 然後會來feature你 那異彩點的話 就是發行商的部分 那發行商其實很多 那主要就是看說 你遊戲如果想要找發行商的話 你有沒有想要特別的 找什麼地點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台灣你想自己做 然後帶著你小的東南亞 找地點 那比較殘酷 其實 我個人在接觸上的經驗來說 發行商其實還是比較想要 比較中大規模的遊戲 但是呢 並不是代表說 當地就沒有一些 其實發行商也願意去 看一些比較小規模 或修學類型的遊戲 其實還是有的 就是 去找的話還是有的 好 那第四點的話 廣告商吧 那廣告商的部分 我把買廣告化掉 不是說我不想買廣告 也不是說我跟廣告沒進去 是 沒有錢買廣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印尼就是很窮嘛 所以我剛一開始有講 就什麼東西給我就是沒有錢 所以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想要來賣點廣告 不會感覺是這樣子 但是有些廣告商 他還是有一些 別的合作方式 不是透過他賣廣告給你 比如說他會說 欸 你有些有些廣告 那能夠 來share你的任務 這樣子 有這樣的合作方式 但如果你願意做這樣的嘗試的話 跟廣告商結合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OK 好 那再來的話 媒體跟記者的部分 像剛剛有提到 HDA會長 小小先生 他就是一個 那個 算是 遊戲記者吧 那他有幫我遊戲寫了一個 就是簡短的review 這樣子 那這些媒體 和記者的話 當然就是 跟他們間諭一些關係的話 到時候你的遊戲快要上的時候 你就 寄一些mail給他們 拿 預料一下 然後他們應該 跟你一面支援有個照顧之後 可能之後就是會 來報導你的遊戲 那個 就是直接增加你的部門 這樣子 那 再來的話 就是一些加速器 跟一些防禮的部分 那這剛剛有提到 像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有趣的話 也是可以去接觸 那再來的話 就是 當地你會遇到一些學生 我是有遇到大概幾個學生 我覺得學生 可能就來 來幫我們做建議吧 其實學生給意見 有時候也來過 可能他們還沒有 受到那個 Game Industry的汙染 或者是部分的汙染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他們會給一些 可能更pure一點的意見 那再來的話 會有一些打工仔 打工仔 就是感覺上 他可能是美術 或什麼東西 他是contractor 這樣子 我知道現在很多 你的開發者來說 他們可能欠缺某 某些職位 合作的對象 那你 你可以在這個場合之中 去找到 比如說你限3D美術 限6D美術 你限什麼樣的可能 其實在這裡面前有可能 就可能可以找到 然後透過什麼樣的合作方式 像遠距離 或什麼樣的話 可以找到你 也需要的 這樣子 好 那最後一下子的話 就是 這也是一種人 就是你會發現 一些好不相干的人 什麼叫好不相干的人 就是你跟他聊一下 你會發現說 他也不是做Game的 然後他也不是玩Game的 他也不是跟 Game相關產業有聯繫的 他不是廣告 都不是以上那些 他到底是在幹嘛的 對 像這種人的話 也算是對我們的一種 就是 算是練習吧 就是你會發現 他根本就不是這種人 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想辦法切斷 你就是跟他的關係 就是 save your time 就節省你的時間 就不用浪費你的時間 就不用浪費你的時間 在這種人增上 好 實際上在開始秀的時候 我只有幾個簡單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弄一個很良好的遊戲版本 我這邊良好的定義 不是說你要做到最後fine之類的 可是像剛剛有些 前面前面有所分享的 你只有很短的時間 去把你的遊戲去給人家看 所以你不要去弄一個說 什麼還要花90分鐘 或180分鐘 就玩totorial 這種這樣不行 就是你弄出一個版本 是當下玩可能的 30秒或40秒之內 就讓人家知道 你遊戲的特色 怎麼那麼豐富 你可以把什麼 蓋打開的東西都打開 然後弄一個特別版本 或是特別的隆級去 那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讓人家看到你遊戲的特色 那第二個話是 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 給不同領域的人都蠻看的 我剛剛有提到的那些人 不要說都是只把遊戲 拿給說 end developers 因為同樣跟你是end developers 是位置的人 但你的結構可能就會差太多 但是你會發現說 你把你的遊戲 拿給 Funders看的時候 拿給那些 媒體看 或拿給發音商、文化商看 他們每個人看的點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會幫你補足一些 遊戲不足的地方 所以就是要盡量的拿遊戲 不要一直在那個 Developers那邊 就是跟大家 交換遊戲玩 這樣子 那第三點的話 是複製攤位 就是這個其實是看個人 個人級 當地區是 有一個另外一個 老外他做一個殭屍 有些他複製的 超化妝 就是他 他就做一個殭屍 很高 長這麼高 他就放在他桌子上這邊 然後他還會閃Lag 然後後一下還會噴乾冰 一直噴 噴就回首都很多乾冰 這樣子 就看你要花多少分 我覺得應該是會有些效果 就吸筋上 但基本的影片或印刷品 或像 Tani Fabian 上團隊有些有 準備一些小卡 一些證明 如果要買的話你就送你 其實這個也是可以做一下 那最後一下的話就是 你的目的吧 就是像我的話就是 是在想獎 不在得獎 那這又要提到剛剛講的那個 印度人 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得獎的話 其實當場是有一個就是 audience 就是大家投票去給他的大獎 印度人對這件事情 特別的執著他的基礎 就是他們跑遍了 每個人其實都拿到這個badge 裡面有一張票片頭 但是大概百分之七十人都不知道片頭 那這個印度人就真的很積極 他就去抓每一個路過的人 玩 至少三個印度人的模遊戲 我都這樣被抓到 然後他們就一直跟你講說 該去投我 該去投我 這是我在其他國家的時候 面臨到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積極度 真的是相當的高 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目標是在於得獎的話 那當然一個是 你遊戲當初設計的時候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可能在整場上的時候 要做這樣的事情 基本上這個應該還是要讀 就是這個宗旨 這個分享會有宗旨 鼓勵大家去參加 那我就給一些誘引好了 就是剛剛有人講到食物的部分 那我講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 基本上如果你早到的話 三天的早餐就都免費了 那早餐其實還不錯 然後飲料也是隨便你拿 這樣子 太晚了就不要 然後左上角又是中餐 右上角是豪華的中餐 然後中餐是因為 就是主配類很多 不知道會 其實那個是在中餐才有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一天的時候就不然大家都知道 這樣子 好然後左下角是 不是只有早餐中餐 左下角是下午茶 下午茶的時候 就會有這些一點 所以最重要的是 它是可以一個吃一吃 你可以一直拿 然後這裡一直開 配皮球 就是皮球是一直拿 一直拿這樣 然後又就會變得來看到 有一個派剛大師的運氣 對 那 這就算是一點 就是 一點小小的誘因吧 就是對於想要去參加CCA的人來說的話 對 好 那其實 就最後要 感謝那個 資社會的 兩位狂人 覺得也要幫忙 其實幫助我們在那個 過程中很順利 也要特別感謝那個 黑牌的那個 Clag 因為他老前輩來說 他其實也給我們很多 就是有用的建議 謝謝大家